有更多的不自信 她已经很美了 但是她一直觉得自己不够美 她一直追求着自己 更多的五官的立体 不满足的地方 同时她其实是有一个 相反的一个作用力 她就是不自信 她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于 别人怎么去看见她 然后她经常会在自己的身上 寻找安全感 我希望她可以让自己更自信 摆脱别人看她的一些认知跟角度 就是让她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到自己的身上 不要放到别人的身上 不要让自己认为别人怎么看待她 更多的是你要让她相信自己 自己有更多的自信心 但是我觉得她已经真的很美了 她的一切都很完美 你有做到给她安全感吗 我们之所以能在一起 其实我身上有很多能量 很多阳光的东西 可以让她得到温暖 让她得到安全感 她很细心 她可以把我照顾得很好 有时候也能把我从某些情绪里面拉出来 比如说吧 她在德国参演一部戏的期间 在那个时候啊 我们回家 回家了 回家了 回到屋子的 就是 我们那个画面太美好了 然后我回家 然后她就一路上给我讲 她今天排练的内容 她的一些想法 包括她不开心的那些点 我会跟她说我的看法 然后希望她能跟所有的合作伙伴们 能顺利 能更加让自己心情愉快地把这个工作完成 她那部剧其实跟她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讲的是一个中国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从小就被家里送去练杂技 罗哥小时候也是练杂技的 他就探讨了一个问题 是不是值得去为这样一个视觉上的冲击 让很小的小朋友这样受苦 我非常为她的工作感到自豪 我跟她在一起的感觉啊 就特别年轻的爱情 很轻盈 现在两只小蜜蜂 我会先从你的脸型还有发型开始去了解 好 我的发型是个中长发吧 发量比较多 我会把头发全部背到后边去 她以前不是这样 她以前短头发比较多 现在有了一丝阴郁的气质 我们可以再来形容一下嘴巴 我不是特别长的人舟 我是特别长 对 也是中等 我的嘴唇不是很厚 我其实对自己的颜值 没有刻度过多地去关注过 我就是我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我掌 谢谢大家